悲情的钟声响彻广东南兰的主场 当季三的最后一声哨响 这个十一贯王广东南兰终究还是倒在八强 大比分一比二不敌浙江广煞 昔日的荣耀已成过去 广东南兰遭遇二十年来的对视低谷 而此刻那个曾在广东南兰立下赫赫战功的威姆斯 黯然发声 如果我和周鹏在 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番话引起广大球迷的共鸣 难道真的是如此吗 让我们一起剖析这场失利背后的原因 曾经的广东南兰 封线威猛无敌 周鹏 威姆斯和任俊飞组成了 全联盟最强的封线组合 然而一夜之间 封线大腿威姆斯立队 功勋队长周鹏转投深阵 只剩下状态下滑的任俊飞 孤零零地支撑着广东南兰的封线 这场季后赛 显露出了广东南兰封线的致命短板 若论起这场失利的罪魁祸首 非杜峰莫属 他执着于自己的三后卫体系 不愿意改变战术 也不愿意倾听球员的建议 这一次杜峰输给了自己的固执 广东南兰内线封线的失衡 使得球队失去了攻坚能力 无法拯救球队于水深火热之中 威姆斯发声 或许是他对昔日战友的眷恋 或许是他对广东南兰的不舍 但这句话确实让人不禁回想起 那段威姆斯 周鹏与任俊飞横扫联盟的辉煌岁月 若他们还在广东南兰 或许这场比赛的结果 真的会有所不同 然而时光荏苒 物是人非 曾经的辉煌已成过去 广东南兰的王朝已然落幕 在新时代 新的力量正崛起 广东南兰必须在失败中汲取教训 重新组建一支具备竞争力的球队 重新找回曾经的辉煌 热八道 邻辞 热八道 毙悦